肖战,璀璨如星,魅力无穷,在娱乐圈的浩瀚星空中,肖战犹如一颗最为耀眼的明星,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光芒。 他的每一次出现,都如同一场绚丽的魔法盛宴,让人为之倾倒,为之沉醉。 如今,也只能在直播间里看到鲜活灵动的肖战。 而这已然成为了粉丝们最为珍贵的时刻。 品牌方的给力举措,一次次迁就大主流的档期,把直播改成录播,将有限的新品,推荐活动发挥到极致。 这一行为,充分彰显了肖战那令人惊叹的财富效应。 它就像是一个拥有无穷魅力的磁场,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让品牌方心甘情愿地为它做出调整和改变。 在最新的FS水直播中,肖战一身白色休闲装清爽出镜。 这一次,他的状态好到让人刺穷。 从前,我们还可以用男高满三十减十或是帅到没朋友之类的话语来形容他。 而此次的肖战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准确描绘。 剃了病角的短发超级精神,完美地契合了他现阶段紧致立体的面部。 他既有着年轻的活力,又散发着丝丝、成熟儒雅的气息,与之前单纯的年轻或是单纯的成熟截然不同。 最可怕的是,肖战的气色比之前好了太多太多。 整个人唇红齿白,面色红润光彩。 看到这样的他,我们不得不感叹,一个男人能够拥有这样的精气神,那得需要多么强大的自律能力啊。 尤其是他那双眼睛,干净凝澈,灵动飞扬。 他的一领一笑,举手投足间都是满满的元气。 对,就是元气二字。 肖战线阶段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健康,元气满满且充满着正能量。 看着他,自己都会心情开朗,焦虑散尽。 在这场直播中,我第一次迷失了自己,不去关注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只是单纯地沉浸在他那无与伦比的魅力之中。 肖战对事业一如既往的炙热和专注,便是他能够即便通告再满,也能保养得很好的秘诀。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对艺术的无限热爱。 他就像一颗永不熄灭的恒星,始终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这样一个干净清爽,又有实力的演员,谁能不喜欢呢? 他不仅仅是一个明星,更是一种力量,一种鼓舞人心的正能量。 别说了,让我们自己也跟着努力起来,都变成更好的人吧。 让我们以肖战为榜样,学习他的自律,专注和坚持。 在他的光芒照耀下,我们可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 你们跟上了吗? 让我们一起在肖战的引领下,踏上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征程,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精彩人生。 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不仅是一个家庭、团聚的时刻,也是经典重温的绝佳时机。 在这个充满温情的假期里,第34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入围佳作,梦中的那片海,在央视八套,CCTV8,重播,唤起了无数观众对青春的记忆。 从初遇书库的邂逅到冰场上的携手同行,每一个场景都再次触动了观众的心弦。 而与此同时,剧中主演肖战在商务活动中的独特合作模式,也引发了广泛关注,成为行业内外热议的话题。 青春记忆再度唤醒,9月15日起,北京大视厅重点文艺精品项目,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正式登陆CCTV8下午档。 这一消息无疑让期待已久的观众欢呼雀跃。 该剧不仅以其精良的制作和深情的演绎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更凭借其深刻的主题和对青春岁月的真实描绘,成功入围第三十四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梦中的那片海》讲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青春故事,从主角们在书库的初次邂逅,到一起在冰场上携手同行的岁月, 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温情。 这部剧不仅仅是一部青春剧,更是一代人青春的缩影,它让观众在欢笑与泪水中重温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中秋假期的重播,无疑是对这段美好记忆的再次唤醒,让无数观众在月圆之夜再次沉浸在那片梦中的海里。 肖战的商务新典范,在《梦中的那片海》重播引发广泛关注的同时,主演肖战在商务活动中的独特表现也成为了讨论的热点。 与许多明星不同,肖战在商务合作中展现出了极大的自由度和话语权,这主要源于他独特的商务合作模式和市场影响力。 在直播盛行的当下,肖战却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商务活动。 他不需要调整自己的日程来迎合品牌的直播宣传时间,相反,品牌会根据他的时间安排进行录制。 这种合作方式不仅体现了肖战对时间的掌控力,也展示了他在商务合作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 更令人瞩目的是,肖战敢于在商务活动中要求关闭购物通道, 不依赖直播及时刺激粉丝消费来达到商务目标。 这一举措在直播行业中显得尤为独特,也体现了他对粉丝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他知道,真正的商业价值不在于短时的销量冲击,而在于长期的品牌认同和消费者忠诚度。 肖战的商务活动不设指标,这并不是因为他缺乏商业价值, 而是因为无需催促,消费者的自发购买量就以远超品牌预期。 正是这种市场表现赋予了他极大的自由度和话语权。 品牌方愿意给予他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因为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市场号召力和粉丝基础。 青春与商务的双重魅力,肖战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在演艺事业上的突出表现, 更在于他在商务活动中的独特魅力和影响力。 他的青春形象深入人心,无论是梦中的那片海中的深情演绎, 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阳光形象,都让他成为了无数粉丝心中的青春偶像。 而在商务领域,肖战同样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和独特的见解。 他不仅仅是一个代言人,更是一个能够与品牌深度合作,共同创造价值的伙伴。 他的商务合作模式不仅为品牌带来了可观的销量, 更在无形中提升了品牌的形象和影响力。 肖战的这种商务新典范,无疑为整个行业带来了新的思考和启示。 在直播和带货盛行的今天,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 真正的商业价值并不在于短时的销量冲击, 而在于长期的品牌建设和消费者关系的维护。 结语,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梦中的那片海的重播不仅唤醒了观众对青春的记忆, 也让我们看到了肖战在演艺事业和商务活动中的双重魅力。 他的独特商务合作模式和市场影响力, 无疑为整个行业树立了新的标杆。 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是演艺事业还是商务活动, 相信肖战都会继续用他的才华和努力,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惊喜。 正如那片梦中的海,永远充满未知和可能,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在这个中秋佳节,让我们一起期待, 梦中的那片海,在CCTV8的正式播出, 再次感受那段青春的记忆, 也期待肖战在未来的道路上, 继续用他的独特魅力, 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中, 明星们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而肖战,作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之一, 他的每一次出现都仿佛是一场盛大的演出, 吸引着无数粉丝的目光。 最近,肖战在F椰子水的直播活动中, 展现了他轻松自在, 开心美好的一面, 让人不禁感叹, 他就该一直这样岁月静好下去。 直播中,肖战身穿简约, 而不失时尚的服装, 笑容满面地与观众互动。 他手捧着F椰子水, 仿佛是在享受一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轻松和自在, 仿佛所有的烦恼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这种状态, 对于一直忙碌于演艺事业的肖战来说, 显得尤为珍贵。 肖战在直播中, 分享了自己对F椰子水的喜爱, 以及他给自己带来的清新感受。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真诚和热情, 让人感受到他对这个品牌的认同和热爱。 作为F衣服品牌的全球代言人, 肖战不仅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品牌带来了更多的关注, 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品牌的理念。 观看这次直播, 让我深刻感受到了肖战的变化。 从曾经的青涩少年到如今的成熟艺人, 他经历了无数的挑战和魔力。 但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压力, 他都能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 用自信和坚韧去面对一切。 这种精神, 不仅让他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也让他在生活中保持了一份难得的轻松和自在。 肖战在直播中的表现, 无疑是他当前状态的最好写照。 他不再被外界的纷扰所牵绊, 而是学会了在忙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和美好。 这种变化, 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一种成长和蜕变, 对于粉丝来说则是一种莫大的欣慰和鼓舞。 作为肖战的粉丝, 我们见证了他从默默无闻到如今的辉煌时刻。 每一次的成长和进步, 都让我们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而这次F椰子水的直播活动, 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 更加轻松的肖战。 他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明星, 而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 懂得珍惜当下的人。 当然, 肖战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背后的努力和付出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但正是这些努力和付出, 让他能够在面对任何挑战时都保持自信满满的状态。 这种自信不仅来源于他对自己的肯定, 也来源于他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 总的来说, 肖战在F椰子水直播中的表现,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 更加真实的他。 他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明星形象, 而是一个有血有肉, 有情感, 有追求的人。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岁月静好, 也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我们相信, 在未来的日子里, 肖战会继续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创造更多的奇迹和辉煌。 同时, 我们也期待他能够一直保持这份轻松自在的心态, 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 肖战最新直播甜度超标, 可爱爆表, 张开双臂给大家送祝福的那一刻, 整个世界都仿佛被他的温暖所包围。 那哪里是什么直播呀? 简直就是大型的粉丝见面会, 一场充满爱与欢乐的盛会。 毫不夸张地说, 肖战每次露面都是惊喜, 次次刷新你的认知上线。 他就像一个神秘的宝藏, 每一次开启都能带给人们无尽的惊喜与感动。 此次肖战直播, 他身穿米白色的外套 和白色的休闲裤, 整体形象与自己代言的品牌 十分契合, 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 他的出现仿佛是一道清新的春风, 吹拂着人们的心灵。 不得不说, 肖战对自己的形象管控, 真的是太让人敬佩了。 他总是以最完美的状态出现在大家面前, 无论是服装的搭配, 还是发型的选择, 都展现出他的时尚品味和独特魅力。 做他的粉丝, 你永远不用为他每次露面的状态担心。 你只需要准备好嗓子, 欢呼呐喊就好。 他就像一个璀璨的明星, 无论何时何地都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直播间一如既往地关闭了购物通道。 没有卖力的吆喝, 更不会催你下单, 就是在那样轻松的氛围当中, 好像老朋友拉家厂一样, 向你介绍介绍产品。 这种独特的直播方式, 让人感受到了肖战的真诚与亲和力。 他不是在推销商品, 而是在与粉丝们分享生活中的美好。 粉丝朋友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下, 努力捕捉肖战的每一个瞬间, 仿佛在珍藏着一份珍贵的宝藏。 大家都说, 看肖战的直播就一点烦恼, 眼睛和手都忙不过来。 他的魅力让人无法抗拒,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最搞笑的一个细节就是, 肖战在游戏送祝福的环节。 顽皮的肖战上线了, 为了送到他心仪的祝福, 他聪明地耍了一点小手段, 最后也是圆满地达成了自己的心愿。 他的可爱与机智, 让人忍俊不惊。 肖战还用品牌的产品现场制作了水果捞, 水果的选材搭配也是再次体现了设计师的水准。 他的创意和才华, 让人惊叹不已。 他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更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创作者。 虽然关闭了购物通道, 但是依旧阻挡不了粉丝们购买的热情。 大家刚刚出了直播间, 发现很多链接已经缺货了。 这就是顶级商务王的真实写照, 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让人惊叹。 今天晚上, 大家都被甜甜萌萌的肖战迷到了。 他的笑容如同阳光般温暖, 他的眼神如同星辰般璀璨。 明天还有得福的直播, 肖战又将给我们呈现怎样的状态呢? 人们充满了期待, 仿佛在等待一场盛大的惊喜。 还有的人问, 肖战商务为什么一直录播呢? 有网友回答说, 因为他不需要去配合品牌的宣发时间, 挤出时间去直播, 而是品牌配合他的时间录制。 直播期间, 没有其他任何一家有他这种魄力, 要求关闭购物通道的, 完全不用通过直播刺激粉丝课金来达成商务指标。 他的商务没有指标, 因为不用催, 消费者的购买量都超过品牌预期, 所以他才有这么大的自由权和话语权。 肖战的实力和魅力, 让他在商业领域也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地位。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真正的成功不仅仅是靠外在的包装和推销, 更是靠内在的品质和实力。 肖战, 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你的光芒照亮了我们的世界, 让我们在黑暗中找到了方向。 你的努力和坚持, 让我们看到了梦想的力量。 你的善良和真诚, 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 你用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征服了无数人的心。 你的每一个作品, 每一次露面, 都是一次心灵的触动, 一次美好的回忆。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肖战就像一股清泉, 流淌在人们的心中, 带来了宁静与美好。 他的存在, 让我们相信, 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 值得我们去追求, 去珍惜。 他的故事, 将激励着我们不断努力, 勇敢地, 追求自己的梦想。 无论未来的路, 有多么艰难, 我们都将与你一起, 坚定地走下去。 肖战, 你是娱乐圈的一颗璀璨之星, 你的光芒永不熄灭。 你的魅力, 将永远吸引着我们, 让我们为你欢呼, 为你喝彩。 愿你的未来更加美好, 愿你的光芒更加耀眼。 我们将永远陪伴着你, 一起走过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大家还没从一幅直播里, 甜萌调皮的肖战回过神来。 这不, 奶萌可爱的德福肖战, 又来了。 那画面, 真是让你隔着屏幕, 都能闻到肖战奶香奶香的味道。 两场直播, 肖战的状态都是满分, 他就像一颗熠熠生辉的宝石, 无论何时何地, 都散发着迷人的光彩。 网友评论说, 这哥们看着, 又年轻了, 32岁的肖战, 看起来像23岁。 这岁月啊, 只有让我们, 再认认真真变老。 的确, 肖战的魅力, 仿佛超越了时间的束缚, 他温润如玉, 阳光帅气。 然而, 这些词似乎都不足以形容他的万分之一。 肖战是绝对的硬帅, 这两天的他就是甜豆, 肖战没错了。 他那治愈系的大帅哥形象, 一举一动都充满了魔力, 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他的魅力之中。 此次直播, 肖战依旧是配合品牌的属性, 精心选择了自己的服装。 白色套装搭配巧克力色的腰带, 瞬间营造出了甜美丝滑的巧克力感觉, 仿佛他就是从巧克力世界中走出来的王子。 肖战的头型是清爽的栗子头, 让人不禁联想到德贤哥哥, 仿佛是他在替肖战营业, 那种独特的气质让人过目难忘。 直播当中, 肖战和主持人就向老朋友拉家尝试地互动, 气氛轻松愉悦。 他们的交流没有丝毫地做作与拘谨, 仿佛是两个久别重逢的好友, 分享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肖战的笑容如同阳光般温暖, 他的眼神如同清泉般清澈, 让人在这喧嚣的世界中找到了一片宁静的港湾。 他的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亲和力,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他, 了解他。 直播依旧准备了几个小小的互动环节, 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连线的游识。 肖战把拿在手里的笔不停地转动着, 那一刻真的有一颗梦回阿县的感觉。 肖战的手里万物皆可转, 那仿佛是印在了他骨子里的记忆。 六年的时光一闪而逝, 肖战并没有在时光的流逝中改变了容年。 老的是我们, 不变的是肖战。 他就像一颗永恒的星辰, 始终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游戏当中还提到了滑滑梯的小环节, 肖战本人也是忍不住乐了起来。 我想他那一刻一定想到了 自己在法国被滑梯颠了屁股的细节。 他的笑容如此纯真, 如此可爱, 让人忍不住想要守护他的这份美好。 意料之中的是, 品牌方设置了做甜品的细节, 肖战也是充分发挥了自己设计师的审美感觉。 当被主持人赞美说有着极简风格的时候, 肖战却坦言只是怕东西太多掉下来。 从这些小细节里, 我们能看到坦坦荡荡的肖战。 他没有丝毫的虚伪与做作, 他就是这样一个真实、可爱的人。 遗憾的是, 直播很快就结束了, 大家纷纷表示没看够。 肖战实在太低调了, 大家真的是把每次商务直播当成粉丝见面回来看的。 因为他的出现总是那么难得, 那么珍贵。 他就像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每一次翻开都能带给我们新的惊喜欲。 肖战33岁生辰马上到了, 粉丝们各种贺生辰活动也在有条不紊的准备中, 特别是33成公益型接力活动更是独一无二的贺生礼物。 这不仅仅是一场生日庆祝, 更是一种爱的传递, 一种正能量的传播。 肖战, 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你的努力与坚持, 你的善良与真诚, 你的才华与魅力, 都深深地打动着我们。 你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偶像, 什么是真正的榜样。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你就像一盏明灯,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你的故事, 将激励着我们不断努力, 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在这里, 提前祝肖战生日快乐, 一切如牛奶巧克力般, 顺利丝滑。 愿你的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 愿你的光芒永远照耀着我们。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无论世界如何变化, 你都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肖战, 永远的璀璨之星。 感谢观看。